今天涛哥继续来解说香港经典恐怖电影 阴阳路久之命转乾坤 好了今天就话不多说 大家点赞就完事了 我们直接故事开始 龙婆的大儿子皮特目前在一艘赌船上当服务生 而我们的主人公小慧正是这里的常客 不过他的运气不太好 每盘都输从来没有赢过钱 这天小慧又输了个惊慌 于是便到外面透透气伸个懒腰 谁知这一幕正巧被皮特撞见 误以为小慧要亲身 便赶紧上前拽住了他 但这下小慧又以为皮特想对他动手动脚 转身就掐住了皮特的脖子 就这样经过这场误会 两人便算是相识了 第二天小慧去医院看望自己的外婆 进门前他还与对面床的张泰打了个招呼 没想到外婆却告诉小慧张泰昨天去世了 门延小慧向对面望去 病床上果然空空如也 不过小慧认为是自己最近太累了 出现了幻觉并没有多想 过了一会儿小慧躲在街边的电线杆后面 好像在等什么人 不久后一对恩爱的情侣走了过来 见状小慧连忙用杂志遮住了脸 显然不想让他们认出自己 但咱俩人走远后 小慧却望着他们的背影久久出神 晚上小慧向亲戚借了钱 然后冲向了赌桌 但很快就输了个金光 见状皮特告诉他 自己是龙婆的传人 愿意给予帮助 并看出小慧自幼父母双亡 眼下只有一位至亲在身边 闻言小慧来了兴趣 赶紧问皮特怎样才能赶走晦气 让赌运变好 对此皮特表示你已经很久没有祭拜过父母了 他们吃不好住不好 你又怎么能好呢 听了这话 小慧觉得很有道理 第二天 小慧便带着水果去了墓园 但由于太久不来 他已经忘了墓穴的位置 直到晚上才终于找到 而等小慧离开的时候 由于天太黑 竟然找不到墓园的出口 而这时 小慧发现墓园里出现了很多的人影 准确地说是鬼影 于是意识到不对的他 吓得赶紧逃走 因此当他看见路边站着一个男子时 立刻松了口气上前去问路 没想到男子转过身 个然是一张腐烂已久的脸 吓得小慧大叫了起来 还好这时 墓地的管理员门声赶来 将小慧带了出去 第二天 小慧又上了赌桌 一开始他的运气确实不错 但越往后运气越差 最后还是输了个金光 而得知此事后 皮特表示 你带的供品那么差 连肉都没有 而且这么久不见 一见面就要钱 父母又怎么会保佑你呢 随后皮特提出 明天陪着小慧一起去祭拜 文言小慧觉得在里 于是便同意了 第二天 两人带着一大堆的供品 来到了墓园 而皮特一眼看出 墓地旁边有很多的杂草 影响了小慧的运势 因此他便动手清理的杂草 然而在此过程中 皮特无意间将杂草 扔到了旁边 一个小男孩的墓碑上 于是被惹恼的小男孩 便附身了皮特 跟着他回了家 随后在皮特洗澡的时候 小男孩便现出了真身 说要把头上的杂草 好好洗洗 与此同时 门外的龙婆若有所思 看来是已经发现了异常 第二天 小慧向亲戚借了钱 信心满满的上了赌桌 果然是赢了不少 然而皮特一整天都不对劲 时而是自己 时而处于被附身的状态 见状不明就离的小慧 以为他身体不舒服 便将他送回了家 但皮特刚下车 就被龙婆捆了起来 然后通过威逼利诱 赶走了他体内的小鬼 见状小慧大受震撼 当即便请龙婆 为自己改命转运 让自己发大财 文言龙婆告诉小慧 转运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以前有一对夫妻想要发财 便发誓说 如果能实现愿望 愿意断自己约孙 后来他们确实发了财 但也无法再拥有自己的孩子了 文言小慧感到无法接受 问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对此龙婆表示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一个月内不赌钱 然后每天晒三个小时的太阳 把煤气晒走 并且每晚还要运动两个小时 使血气运行改变气场 于是第二天 小慧便按龙婆所说 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转运行动 呃 涛哥咋觉得 这有点像减肥养生套餐呢 画面一转 一个月后 小慧迫不及待的向皮特借钱 想试试手气 然而皮特却不慎说漏了嘴 表示根本没有什么晒太阳转运一说 那只不过是龙婆希望小慧积极生活 早日戒毒的说辞而已 文言小慧非常的崩溃 他告诉龙婆 自己原本有个恩爱的男友 但男友嫌贫爱富 傍上了富婆 把小慧给甩了 所以他下定决心 一定会变得比富婆更有钱 让男友后悔 而不久前 小慧躲着的那对情侣 就是前男友和富婆了 听了这话 龙婆觉得小慧确实挺惨的 于是他决定帮助小慧 不过只能堵五次 拖了个去 折就算惨了 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按这么说 涛哥觉得自己比他可要惨 每天辛辛苦苦刚视频 而且还没有人点赞点关注的 我可惨了 第二天 小慧坐上了堵船 而龙婆这边 则把自己的小儿子 也就是皮特的弟弟 当成了工具人 只见龙婆施法 请赌神高静上了小儿子的身 实现了远程连线 是的 没错 就是电影赌神里 发哥饰演的那位 就这样 在高静的帮助下 小慧连赢四局 得了五百多万 然而当他想继续赌第五次时 却被告知赌注超过了限额 闻言小慧当然不干了 自己好不容易赢了钱 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收手呢 正在这时 赌船的经理走了过来 决定为小慧破例 让他再赌一次 然而当小慧下注后 经理却亮出了腰间佩戴的护身符 赶走了高静 所以这一盘 完全是小慧自己在赌 不再有赌神的协助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这时赌桌上的鼓钟 却打不开了 按照规定 鼓钟出了问题 只要有投注的就会照赔 也就是说 不论骰子点数大小 小慧都可以得到一千多万 闻言小慧和皮特 那是欣喜若狂 但这时经理却问小慧 有没有亲人在医院里 如果有 那赶紧去看看吧 于是小慧赶紧 带着那张千万的支票赶到了医院 随后进门一看 外婆还好好的躺在床上 不过外婆叮嘱小慧 以后不要再赌钱了 正在这时 护士喊住了小慧 问她昨晚在干什么 怎么联系不上她 原来小慧的外婆在夜里去世了 闻言小慧转头看向了病床 只见上面空空如也 哪还有外婆的身影 然而当小慧离开病房前 回头望去的时候 却发现外婆的灵魂 人躺在床上 正向她挥手告别 不久后 龙婆告诉了小慧 高进被赶走之事 闻言小慧也觉得很奇怪 因为谷中打不开的时候 是凌晨两点 而外婆是凌晨一点四十五分去世的 听了这话 龙婆表示 看来那局是外婆房的忙 而小慧也决定 从此再也不赌钱了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的几条线 相对来说 融合的还可以 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内容 此外与赌神进行梦幻联动 倒也不识心意 但情节在整体上还是比较弱的 不过还是有育人意义的 那就是要孝顺父母 敬重长辈 最后就是远离黄赌赌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 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